新闻来源一眼网 据每日邮报10月24日报道 近日 美国知名商人兼博主帕特里克 贝特 大卫Patrick-Bet-David分享了一段 他在2024年销售领导力峰会上的演讲片段 其中特别提到了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最小的儿子巴伦·特朗普 45岁的帕特里克在演讲时对巴伦赞不绝口 并透露了这位少年鲜为人知的私下生活 据悉 帕特里克在参加会议前一天与巴伦见过面 两人相谈甚欢 在他临走前 巴伦还主动提出送他一程 而把帕特里克送到车旁后 巴伦并没有转身就走 而是一直目送着他离开 帕特里克回忆道 他陪我们走到车旁 然后一直站在那里 直到我们上车离开 帕特里克表示 对亿万富翁的儿子 且是前总统的儿子主动送他 感到受宠若惊 同时也对巴伦的彬彬有礼 非常钦佩 这位知情人忍不住称赞道 我和巴伦相处得越久 对他的印象就越深刻 他真的是我见过的 最有趣的18岁少年 据称 巴伦和帕特里克一起散步时 还谈起了他的父亲特朗普 他坦言自己和兄弟姐妹 永远无法取得父亲一生的成就 这位少年告诉帕特里克 不管我做什么 不管我的兄弟们做什么 不管我们赚多少钱 我们永远都无法企及 我们的父亲所取得的成就 他的生活真的很艰苦 我们却过得很轻松 而巴伦的孝顺和懂事 也让帕特里克看在眼里 他在演讲时就情不自禁感慨到 巴伦是个了不起的孩子 不得不说 克朗普和巴伦这对父子 真是惺惺相惜 事实上 前总统也不止一次在受访时 称赞他最小的儿子聪明又帅气 而网友们也对特朗普一家赞不绝口 其中一人就评论道 巴伦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 尽管他拥有令人难以想象的财富 但在如此优越的环境中 他的父母依然把他培养得很好 另一人也指出 克朗普的孩子都非常优秀 巴伦头脑冷静 伊万卡聪明又漂亮 小唐纳德和埃里克也很绅士 据报道 巴伦目前正在纽约大学的斯特恩商学院上学 这是美国最好的商学院之一 著名校友包括前美联储主席艾伦 格林斯潘 Allen Greenspan 和加德堡创始人肯尼斯 朗格尼 Kellens Langong 我认为他在纽约大学的斯特恩商学院里克尼斯 是一位 我认为他在纽约大学的斯特恩商学院里克尼斯 我认为他在纽约大学的斯特恩商学院里克尼斯 感谢观看